這兩個是我們最常用的打磨工具 一個是電動的砂紙機 另外一個是手持的砂紙架 砂紙在打磨的時候就是要蠻頻繁的替換 但是不同的機器以及不同的砂紙架 會用到不同的大小 所以其實在切割來說是蠻麻煩的 因此今天要來做的就是一個切割的輔具 還有一個收納這些砂紙的盒子 我做這個配件的時候想法還蠻簡單的 其實就是一個可以定位砂紙的框 然後再做一些模板來表示出要切割的位置 為了比較好能夠固定砂紙 我這邊先用畫出一個邊框的方式 這樣可以同時對砂紙的兩側都適予壓力 避免它滑開 為了以最快的方式做出來 我們這邊就用雷切做出了第一板 切完之後首先要把定位的邊框碾上 這邊就用了木工膠還有一些夾子來做固定 放了10-15分鐘之後就可以把它拆開 然後稍微測試一下 這邊測試的是砂紙架要用的長條型砂紙 模板固定的還蠻順利的 切割的時候砂紙和模板都不容易晃動 但是切割的溝槽我原本畫了1.5mm 其實不需要那麼寬 接著來測第二個模板 第二個模板是電動砂紙機要用的砂紙 剛好是整張砂紙的四分之一 這邊在切割的時候就發現 在直角轉彎的地方很容易切不到 這個到時候應該會在直角的地方讓它延長出去 這樣比較容易可以切斷 接著就進到第二板的設計 首先是把縫隙縮小 另外也發現其實這個固定的板子不需要那麼寬 它的長邊即使踩了一半還是可以符合我們的需求 另外既然要用雷射切割來做 我就在底板上面切上了隔線 這樣未來如果有一些特殊尺寸的砂紙要切 也會比較容易一點 第二板畫完我就開始畫了放置架的部分 這個放置盒預計要放的 是從120號到600號之間的六種砂紙 因為有兩種不同的尺寸 所以總共有12格 我在盒子的後面加了一個小的隔板 可以把我們切割砂紙的枝具放進去 接著就到雷切機 把它全部切出來囉 切完之後就開始組裝 切割置具的部分跟剛剛一模一樣 黏貼再用夾具夾住 盒子的部分雖然設計簡單 但是零件很多 所以這裡花了一點時間才把它組起來 因為組裝比較麻煩 這裡就沒有一一塗上木工膠 而是用3秒膠做初步的固定就好 而且砂紙整體的重量也不會太重 因此強度不用到太強 盒子組裝完 智具差不多也乾了 就可以把它塞到櫃子的後面 剛好可以放得下智具以及兩塊膜擺 接著就要把各個砂紙裁切出來了 這邊要切的是120號 180號 240跟320號 另外還有這邊沒有拍到的400還有600 切割的過程雖然花了一點時間 但還算蠻順利的 因為是用刀片切割砂紙 刀片必定是會燉掉 就平凡一點替換刀片就好了 智具的部分因為是用一般的3mm甲板 所以其實切割幾次之後 就會有很明顯的切割凹痕 但是其實完全不影響使用 如果介意不想有這個凹痕的話 其實可以把底板換成一個切割墊 就可以避免掉這件事了 整體來說是一個簡單的作品 但對於後續工作的便利性 應該還是有很大的加分啦